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婚宴上的语言 万一大家遇到这种情况呢 我们也可以应对一下 首先看题目是 结婚的婚宴 那么小王呢 是作为这个山田的一个朋友 一个同事来做这个婚宴的致辞 首先大家看一下 那么在婚宴上演讲一定是要怎么样 先要恭喜别人 恭喜新婚快乐 那么这里边我用黄色标识出了一部分 这是大家在正式场合呢 经过别人介绍之后 那么你在发言之前呢 可以有一个简单这样的自我介绍 我就是刚才这个主持人介绍的 我是JJ策划公司上海分公司的王丰 新郎のタクヤさんとは 日本酒を中国で販売する仕事を 現在一緒にしております 那么这句话呢就很简单 我是跟新郎啊 拖椅 那么一起在中国进行这个 日本酒的销售工作 ておりますしています的 之前就有把她形式啊 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一句话在婚宴上 那么日本人在对别人做任何评价 包括我们之前在写推荐书的时候也说过啊 他一定要怎么样 先说清楚 我跟这个人是什么关系 然后你对他好的评价也好 不好的评价也好 才可以怎么样成立 不然的话 你的任何评价都将是无效了 所以他先说一下 我跟新郎是什么关系 私は2年前に入社しましたが タクヤさんはそれまで 上海支社にお勤めでした 好 我是两年前入职的 那么拖椅在那个时候 已经在上海公司 分公司工作了 那么 つとめる在这里 他其实用的并不是名字字形 而用的还是他动词声音 前面诸子有的是你 お勤めでした おでした 这其实是我们今天要提到的 一个尊他敬语的表达形式 也是我们在初期48个 没有实学过的 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用お加上一段动词 五段动词mashing 也就是东一和东二的mashing go加上三遍动词的 汉字部分加des 这也是一种尊他敬语的 表达形式 但是它只适合一部分动词 我们来看看 例句 昨日北京にお勤めでしたか 那么泊まる是住宿的意思 那么在这里 其实des的过去是 昨天你是住在北京了吗 好 再往下来 那么这是听说 您家的丈夫是容生 这是三遍动词 汉字部分 前面加的是go 但是des的 简体形式容生到总公司去了 好 这个语法点是比较简单 大家知道它是尊他敬语就可以了 好 马上我们回到课文当中 タクヤさんとマチコさんは 上海主持者の同僚として 上海で出会い 上海で親しくなったとお聞きました 这里お聞きました 听说也是用了一个字签的表达形式 我听说啊 这个拓野跟听子啊 他们是作为上海分公司的同事 在上海相识 在上海怎么样 关系亲密起来的 好 关系介绍完了之后呢 我们大家接下来看下一部分 中国には白头偕老という言葉があります 这是做引用了啊 那么大家在一些日本的文章当中 也会经常会看到这样的表达形式 中国有白头偕老这样一句话 これはともに白髮になるまで一緒にいるという意味の言葉です 这在这里做个解释 那么这是说大家会一起到 一直到头发花白的时候 那么这个句式大家可以仿照一下 我们再用来给日本人介绍哪个词语啊 哪个表达形式的时候 就可以仿照记这个句式 以后里是对他意思的解释 お二人とも きっとこの言葉通りの幸せの夫婦になられるでしょう 好 大家看一下 这两个人 とも是我们在初期四十一课学的 他一般是接在什么 十一家的数字 有些四到六是比较多的 是比较多 说两个人一定会怎么样呢 会成为きっと跟てしゅ 跟推测表 形式相呼应 一定会成为什么 像如这句话所说的 一段幸福美满的夫妻 那么どり 我们在第九课所学过的是 按照什么什么正如什么的一样 这里有一个なられる 大家知道是なる边来的 那么なる变成なられる 在这里是表示什么 他不表示被动 表示的是尊他 表达了对信仰和信仰的一种敬意 那么たくやさんまちこさんどうかお幸せに 那么就是拓也 听子祝你们幸福 那么祝你幸福 大家也可以当成一个观用具 把它记下来 好 这就是一篇演讲 那么大家有人说 这是非常标准的形式 是的 因为我们在这里是没有办法做视频 展示在课堂上 我们会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日本歌舞伎的演员 和一个主持人的婚礼 那么有一个其他的一个朋友 演员来做这个婚宴的知词 整个的思路就跟这个事一样了 那么大家也可以在网上自己搜索一下 好 接下来呢 下面看一下对话 也就是在这知词结束之后 那么这个三年肯定是要对小王表示感谢的 小王是非常谦虚的 说なんだか是总觉得在出去下来的学过 总觉得非常紧张 那么不能说得很好 就是没能说得很好 非常抱歉 这句话 大家不单是在这种场合可以用 如果我们大家对自己的语言 日语比较谦虚的时候 也可以用这个表达形式 所以我用黄色给大家标识出来 标识出来的句子 等下有空到回家就多背一下 好 いいえ とても感激しました 说不不 我已经很感激你了 スピーチを聞きながら 上海にいた頃思い出しました 说我听着你的演讲 我就会想起我在上海的时候 李さんもお元気ですか 小李还好吗 好 はい 素晴らしい披露宴だった とりさんにたいでおきます 说是的 小李还很好 那我一定会向他转达 你的婚宴是非常棒的 在这里大家有一个表达形式 就是つたえておきます 那么这个可以当成一个固定的搭配 那么大家把它记住 就是我现在还没有传达 我一定要给谁是传达什么事情 就可以用たえておきます 这个表述形式 山田さんお幸せに再次说什么 说这个 山田祝你幸福 今回の取材では本当にお世話になりました 我们说本当にお世話になりました 就是日本人之间的套话 在前面可用 在后面可用 说这次的采访 真的是长蒙您关照了 好 接下来就由他这个婚宴 转向了工作的这个话题 由这一块最沉寂 金星プロジェクトを 絶対に成功させましょう 说我们一定要让这个什么 这个金星这个项目能够成功 成功する的一形式是成功させる 王さんの活躍を祈っています 那么祝小房子 能够事业有成 因为活躍这个词 我们学过的还是指什么 是大线身手 活跃主要是指事业上 所以祝谁谁谁事业有成 我们就可以说 誰誰の活躍を祈っています 这个大家也可以模仿一下 はい 頑張ります どうぞおげんきで 说我一定会努力的 当别人鼓励你的时候 どうぞおげんきで 就非常简单 请多保重 じゃあまたお会いましょう 那就到此结束了 好 后面的这段对话 还是比较简单 大家只要把这几个套花 记住一下就行了 那么这篇文章呢 就是关于婚宴的致辞 是一个重点 大家在中国 现在目前所参加的考试呢 都是像 比达的考试啊 比如说 我们的JLPT 能力测试考试 N1到N5 这TEST 也是商务日语BJT 但实际上在日语呢 它对于日本呢 它本国是对外国人 会有一个口语考试 叫OPI 那么在这个OPI 这个考试当中 它其中呢 有一个项目也是说 你在你的朋友的婚礼上 做一个简单的指词 这就是考察项目 那么将来各位同学呢 肯定会有一部分同学 要在日本参加这种考试的时候呢 你可以提前准备一下 也可以参照我们这篇课文 好